上个星期一就是4月25号的时候 伊隆马斯科是爆出了已经和推特敲定了收购的事情 首付任性的买买买 结果股价是跟着跌跌跌 而且这个股价我们说的还不是推特 而是特斯拉的股价 按理说推特和特斯拉是两个业务上面没有什么关系的公司 为什么爆出了推特被收购的消息 特斯拉的股价会狂跌呢 而且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 特斯拉这一波跌完以后 未来的股价又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和变化呢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一下 那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看 就是特斯拉的股价表现到底怎么样 那上个星期一以后 这一周的时间当中 特斯拉的股价是跟随 是下跌了13.4% 而从伊隆马斯科宣布 在4月初的时候宣布 已经买入了大量推特的股票之后 到上个星期五 特斯拉的股价是整体下跌了24% 跌的这么明显 那一个猜测大家可能会觉得了 是不是作为特斯拉的CEO 马斯克买了别的公司他就会分心 但是要说作为地表人皆皆知的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伊隆马斯克一直就在干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他一直就是SpaceX的CEO 另外我还可以参考一下 在2016年12月17号的时候 马斯克是宣布他开始又搞创业了 做了一家公司叫The Boring Company 这个公司就是想要利用管道 把你放在一个胶囊里快速旅行的公司 17年3月份的时候又爆出 他还另外创业了一家公司叫做Neuralink 是做脑机结合的 结果从2016年的12月后面的半年 这一段时间当中 特斯拉的股价不但没有跌 而且从40块钱是涨到了60多块钱 可以看出其实投资人并不care 你马斯克到底要干多少副业 所以这个猜测是并不成立的 第二个大家可能会想 说是不是同时特斯拉有什么坏消息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 特斯拉在4月20号的时候 就是收购消息之前没几天 刚刚公布了财报 这个财报不是好是特别好 不但可以看出在这个季度里 它的周入是年比上涨了87% 另外他们美股的盈利 更是大涨了246% 特别要说一下 也是特别让人刮目相看的 是它的造车每台车的毛利 是上涨到了32.9% 这个数字水平是可以跟 苹果加iPhone制造的毛利水平 看齐的一个水平 基本上就是暴利 因为一般的车企 它造一辆车 这个毛利也就是单位数的一个百分比 像什么比亚迪能够达到百分之十几的 都已经算非常好的 所以特斯拉现在的基本面上来看 要比去年11月份股价达到历史高点的时候 其实要更好 那如果的问题不在特斯拉身上 那问题又在哪里呢 那这里就要说到 其实问题是在首富自己身上 是首富的财务问题 首富的钱不够多 那大家可能会说了 首富怎么会钱不够多呢 这个推特也没有那么贵嘛 这收购价格最后谈的 也就是440亿美元 拆不到首富身价的五分之一呢 这里我们就要说到 首富的钱到底走在哪 主要有两个部分 一个呢是特斯拉的股票 另外呢就是SpaceX的股票 要说这个特斯拉的股票啊 它现在的总体的市值呢 差不多是9000多亿美元 那伊隆马斯科呢 去年呢是卖过手上一拼呢 10%的特斯拉的股票 所以现在呢 手上呢差不多是整顶的特斯拉 股票的20%亿 那算下来我们保持有点算啊 基本上呢就是1900亿美元 这么一个数字 那另外再说一说这个SpaceX的股票呢 到底值多少钱 那这一轮的股值呢差不多是1000亿美元 马斯科呢是占据了所有SpaceX的股份的 43.61% 这么来算的话 马斯科手上呢SpaceX的股票呢 差不多就是值呢430亿美元 这两部分加在一起呢 差不多就是2330亿美元 另外呢马斯科还有七七八八 其他一些资产 不过呢只占首富 所有资产差不多5%的这么一个水平 所以虽然首富呢很多钱 但是大部分呢都是在这个股票上面 那这跟我们很多朋友 讲起来也是身价上千万 但是呢大部分的钱呢都是在什么股市啦 房市啦套着 你让他真正买辆车 可能现金也拿不出来一样的 所以呢首富呢要去买推特 那这就得凑钱 那第一个凑钱的方式呢就是卖股票 比如说根据呢申报的文件来看啊 上个星期呢 马斯科呢就卖了价值呢 80亿美元左右的特斯拉的股票 那那么多股票你砸在市场上面 你当然对价格有影响 这供修关系嘛 你这个供应上升呢 那个价格呢自然就下跌了 那就跟呢去年啊 11月初的时候呢 马斯科不是在推特上啊 让大家投票去看他要不要卖 那10%的股票一样 那个10%到去年年底卖光的时候呢 差不多整体特斯拉的股价呢 就是下跌了13.5% 跟上个星期下跌的幅度差不多 当然了上个星期呢 这个股票卖的更加的集中 当然了卖的量呢也相对少一点 那另外呢 为了凑钱去买推特呢 这个伊隆马斯科呢还用了一招 就是我们之前呢 在说太阳马集团破产这个事的时候呢 说过的一个方法 就叫leverage loan 就是杠杆贷款 大家呢感兴趣的 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视频复习一下 这里简单的说 这个杠杆贷款呢 就是我 以我要买的公司的名义去借钱 这个借的钱呢 再让我呢 去进行收购 这个听起来呢 有一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啊 那这么好用 所以呢 就是私募基金啊 他们收购的时候 非常爱用这样一个金融工具 那当然了 这个金融工具呢 它也有适用的范围 它就是比较适用的去收购那些呢 比较挣钱的公司啊 我们再来说推特 在这次购买推特的时候呢 这个伊隆马斯科呢 是带了130亿美元的钢杆贷款 要说呢 这个数额呢 不算特别大 不到呢 整个推特身价的这个三分之一 但关键呢 苦就苦在这个推特不怎么挣钱 去年呢 它的就是各种什么利息啊 税务啊 花销之前的这个毛利的收入呢 差不多是10亿美元 那一般来说呢 你收购 做杠杆收购的时候呢 这个杠杆收购贷款额呢 是在这个毛利的6倍 但放在呢 推特这个案例上呢 就是13倍 所以还是非常的高的 那现在这么一来以后啊 推特呢 不但是多了一大笔债 未来要还 另外呢就是呢 马斯克呢 是希望呢 推特可以支持呢 所谓的自由言论嘛 但是呢 广告商呢 其实并不喜欢这个没人管的平台 所以很有可能呢 它的广告收入 也就是它的主要收入呢 还会下降 也就是说呢 未来推特呢 亏钱变成了一个大概率世界 那亏了钱以后 这个窟窿谁来补呢 那自然也就是老板 马斯克要想办法掏自己的腰包来补了 那这又变成了马斯克财务上的一个无底洞 那为了凑钱买推特呢 马斯克呢 还用了一招 就是呢 把自己啊 特斯拉的股票 哎 去做抵押品 去贷款 这招呢 是首富呢 特别爱用的啊 那之前呢 他就把自己呢 所有的特斯拉的股票呢 已经呢 是拿出一半 抵押呢 拿过贷款 去干别的事情了 那这一次呢 为了买推特呢 他是又拿出了 他所有的股票的40%去做贷款呢 一共带出了125亿美元 但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呢 也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你这个股票的价值是可能会跌的 那跌了以后就变成这个抵押品 就变得不这么值钱了 如果啊 特斯拉的股价呢 跌到了750美元以下啊 和现在的价格其实距离不是很大 那就有可能就触犯了 这个特斯拉自己的要求 要求股东啊 你抵押贷款来的额度呢 不能够超过呢 你股票价值的四分之一 那如果呢 这个特斯拉股价跌了600美元以下 那就更厉害了 那银行就会要求呢 这个马斯克要增加他的抵押品啊 要求他呢 卖股票 那如果跌到400美元以下 这个也其实很近啊 就是两年前的价格啊 那这个就会要求呢 马斯克立刻还钱 那那个时候呢 可能首富就被迫要割肉 大量的抛售呢 特斯拉的股价 那个时候就不管特斯拉啊 你基本面到底怎么样 都有可能这个股价会跟随大批的抛售啊 是跌到一个白菜价 那这时候大家要问了 这个SpaceX的股份 不能帮这个马斯克融点钱吗 这要说到呢 第一个这个SpaceX呢 它这个私有企业嘛 这个股票的流动性非常的差嘛 另外呢 就是它自己呢 也不怎么样 也一直是在烧钱 所以呢 其实财务状况也不好 六个月前呢 马斯克呢 还为这个SpaceX呢 发出过破产警报 所以也帮不了什么 所以可以说呢 这一波收购 推特如果这个最终完成啊 对于马斯克来说 是给自己身边处处是埋了各种各样的雷 而且随时会爆雷 当然啦 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特斯拉的股价 未来会何去何从 那就这个问题呢 我专门去咨询了 比我更懂的 Systematic Ventures的 CEO和创始人之一 那听上去呢 首先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现在遇到了一个不好的时机 第一个人能处理 首先 它是很正常的 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 其实货币 其实货币 并不是在开种程度 2022 我觉得 我认为 一种下距离 是在一个 选择的 选择的 选择 你还给了一个 更加重点的 选择的 选择的 比较 选择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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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la有自己的問題 當然有更多競爭 在電車車的空間 雖然他們還在前面 也許是電子和電子的空間 也會出現 他們是最大的 E-Car 品牌 我認為他們的未來 沒有太多 跟Twitter 我認為 一種不解決的 重量的交易 那到底大家的心目當中 特斯拉的股票在未來會怎麼樣 這個公司的發展 又是不是會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歡迎在評論區繼續和我討論 而當然喜歡這個視頻的朋友 請一定給我點贊 關注轉發和收藏 關注一家做更有前途的人